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您收看寻宝 今天我们来到这座城市 大家看看我手中这样的一个波浪鼓 还有这样一个货廊弹 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宝贝 倒不是说它们有多少的历史意义 而是它代表着一种精神 我刚才喊的是什么 叫做鸡毛换糖 什么意思呢 当地人在屋子匮乏的时候 就是这样拿着波浪鼓 扛着这样一个货廊弹 里面装的一些小糖果 去换取居民不用的一些像鸡毛 直接的废料来获取威力 正是这样一种鸡毛换糖的精神 让当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这是一种鸡少成多 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们今天呢 就是来到的义乌 被联合国认为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所在地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样一种鸡毛换糖的精神 不仅是让当地得到了发展 更重要的是让义乌人 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 所以义乌人手中一定有好宝贝 来 开始我们今天这一集的 寻宝 走进义乌吧 就是我爷爷手里转下来的 听着那个奶奶讲呢 就是说 她那个是太平天国的时候 她已经埋在地上了 因为中朝的这个不关 叫专家来看看 这一件仓话的那个鸡血 有160多斤重 今天的专家到义乌来很难得 有知识机会 所以我家里也拿出了两件 宝贝拿过来建地上 他们以前就是永汉的来出 十五万 三年以前 东西不再价位 再与自己喜欢 收藏要一个好的心态 不能用价位来衡量一种 我们中国千年 千年的文化 这个是以前专东西的罐子 它的工艺是英刻的 不是画的 它叫刀码头人物 我花了几万块钱买的 总是希望它生死 新代意义上的灵魂画来说 他们说是1925年 1925年有哪个 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 西游记是第一套灵魂画 但是我这个灵魂画来说 可以颠覆了这个理论 我是今天六点多钟 把这个东西带过来了 最好能够让我成为义乌的国宝 我就高兴了 这个你是什么时候收来的 我是前几年 我们义乌的一家古董店 那个古董店是河南人开的 它东西比较多 因为我以前也经常到它店里买东西 后来就买到了这个床 那么你以为是什么年份的 我估计是清朝的吧 清朝的 我主要是看它工艺好 就买回来了 其实我跟你说 这件东西工艺不怎么样 或者说工艺不好 很粗 它完全就是利用现在的胶水 把它浇起来的 你看这个白胶还在露在外边 那么这个木材呢 也是一些草木 杂木 小块小块的拉花 拉好了以后就贴上去 把它做成了这样一个传模的样子 这个东西呢 我讲了你不要生气 还不如现在的做的传模比它精密的多 所以样子看上去很旧 是个古老的东西 实际上呢 是新的 是新做的 那么专家我问一句 那天我参加森林布兰会去年 也有这样一条床 我看到是现代的工艺 它竟然旧价是八万块 那么我这个的话 估计要多少钱 这个我就很难说 因为刚才我已经基本上把我们应该表达的东西给你表达了 好 谢谢你 我买来价格是不贵的 好 谢谢你 好吧 我就当做现代工艺把它买过来 每一个开心 因为价格不高 每一个开心 对 没有什么失望的 因为买来价格便宜 是吧 所以还是值得收藏的 自己认为或者朋友跟你交代是真的是假的 这个是真的 真的 为什么这么肯定 就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 但是明确告诉你东西是假的 美女很漂亮 但是画不行丢人了 不但假 而且很假 道理很简单 跟您说说 这个纸全部都是做旧的 线条全部都是油滑的 这个款子也远远没有李克然写的那么扎实厚重 不但不是真迹 是假的 而且是假的里头不算网红的 请各位专家帮我借的油厂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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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收藏它 因为这个东西我是从朋友那里买来的 我朋友那时候经济出现的问题 然后花了15万块钱 从他们那里买来 15万 对 我也请了几个专家看过了 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应该是宋代 或者是明代的 会不会更早 这个因为对这一开支持我也不是非常的丰富 这个我们看呢 这个东西年份要遥远超过你讲的年份 商代御虫 商代 但是戳土的时间长了 那个戳土也是百年以上 所以这个疲困呢 是再次氧化 再次氧化 现在或者近代出土的那种育虫的面目呢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15万块钱值吗 那当然值值了 那还怎么不值呢 那不是值一点点 值得多了 应该感谢专家 一下把你年代提升了几千年了 对 我这样经过几位专家鉴定一会呢 我对这个东西 所以我心里也踏实多了 因为毕竟是5万块钱 所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吧 剪了个大漏 好的 好的 谢谢啊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 把我这个这个物件的年代 整整推浅了几百年 然后因为我这是朋友那里买来的 因为起先的时候我也 这方面的支持也不是非常的丰富 出于朋友的就是能够帮他一把吧 然后就买下了 然后经过专家这么一签订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这个东西他们说远远要高于我 这个价格 这非常出乎我的意料 我非常高兴 心里也非常踏实多了 所以以后呢 我也不会把这个东西卖掉 我会永远的收藏下去 你这镜子是明代红武24年的 试一面真镜子 这个外表保存状况也不错 应该是在值2000块钱左右吧 两三千块钱 好好保存 想不到你这么瘦小的 半个大的一个盘 什么年代的呢 什么窑的呢 知道不知道 是龙泉窑的 龙泉窑 对对对 是我们浙江龙泉窑的 是 是什么年代 宋代啊 元代啊 明代 清代 好像是说是元代的吧 元代的 哦 它的学名啊 就叫明代 永乐 龙泉窑 刻花灵花口大盘 是个灵花口 这种灵花口的形质啊 流行在元末明初 这种东西也是少见的 一个七行大又完美 作为一个 当时明初的一个龙泉窑的一个 也可以算是精品了 它的价值也是很贵的了 十个里边九个有些狗 有些狗 它这个完整 那么漂亮 幼稚 很难得 目前来说这种东西啊 按你这个大盘来说 可以卖到八十到一百块 将来还要增 还要增值 专家说这东西挺好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没想到价值那么高这样子 是您收藏的 应该是 哦 那么请你介绍一下吧 这这件 你为什么收藏它 这个是 也不算是我家里收藏的吧 这是和田玉 应该是横都斯坦玉吧 应该是我父亲比较了解 我对这个不是非常的了解 在清代宫廷玉器中 横都斯坦玉是非常特别的一类 不仅横都斯坦这个名称由乾隆核定 特制印度等地区生产的玉器 或者是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玉器 而且它进入中原的时间 也就仅在乾隆嘉庆两朝 多为宫廷御用 民间市场上并不多见 从目前的市场来看 虽然拍卖成交的乾隆 横都斯坦玉器仅有五十余件 但其中成交过百万元的 就达到九件 最高的成交价格 已接近千万元人民币 你也顾个价值 我顾不了价值 让专家鉴定一下 现在这个东西有很多假的 要小心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像是假的 不像是 因为应该是花了比较大的力气才买来的 买的时候也不是很容易 不是很便宜的 是的 就是从国外买回来也花了很多心思的 那当然 我觉得不像是假的 应该不会 否则不会花这么多力气去买的 是的 很不容易就是买回来的时候也 您这个也有眼光有魄力 有眼光有魄力 那么这个应该是何田玉 那个或者呢 做工是横都斯坦的 时间上和我们国家的类似相比呢 应该在乾隆左右 乾隆左右 那么这件东西呢 关键是什么 料大 料大 这么大的一块料 中间全都挖掉 应该是一个整块的 整块料把它挖掉的 所以很好料 你这个筋呢 要将近二十公分 将近二十公分 所以这块料是很难得的 而且呢 颜色白 一气或成 一气或成 很难得 那您 专家能给我估个价吗 我们看呢 这个碗 大约 八十万左右 八十万左右 好的 好吧 好的 谢谢啊 好 这张产品 我的古迹可能性有八成是真的 因为它是一种乐器 它发出不同的声音 好漂亮啊 谢谢 夸夸你的 账品 十重声音 嗯 做工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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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得不错 看着非常精细 这刻画刻得也很流畅 但是它有不同的声音 对 而且它的工艺也复杂着嘛 你看像这些 这些繁文呢 都是刻出来的 而且刻的都非常精细 都很到位 这个红绿彩呢 还有一点明代的那种彩色的味道 大名宣账 大名宣账 大名宣账款 目前来说 我们还没有见过写宣账款的这样的编钟了 词编钟 你这全是第一次出现 传视频没有 没有东西 故宫里也没有 私人的产品里也没有 真的没有 假的 都第一次见的 是啊 其他东西可以反 像这个音乐这个东西 我估计叫它一样的材料 也反不出 显得所要 根据按照它的规律 找出来 是啊 真的欣赏 东西不错 但是呢 是现在的一个 自己创业的一个乐器吧 大家一起拿起来 瞧瞧看 试试看 对啊 这种是反的也反的 可起可可 找音乐宣账 能测试一下 这个音的就不错 专家 专家 只不过代表 专家的 个人一家 我也代表我个人的一家 专家说 他们见过 第一 第二 古宫博物馆没有 假如说古宫博物馆没有的话 那我们古宫博物馆以外的 这些就要排除掉了 他说 假的都没看到过 反的也没看到过 这个怎么解释 您这是怎么来的 我市场的买来的 买多少钱买的 8万 8万 所以今天叫专家来点评点 您这是个观音 明代的 做工也非常的好 上面还有脸部 凡是手部 凡是有肉的地方 全是溜筋 全是溜筋 但是这个筋掉的比较多了 您这个佛多少还有一点毛病 多少有一点毛病 这个本身来讲 就这样来讲 在市场上也比较少见了 应该是在市场价位 应该是15万左右 小品 虽然现在看不出假来 但是也不是什么代表作 朴佐的东西好一点 陆燃哨的东西写的生硬了一点 行笔 因为它可能写在扇面上 又是晚期的东西 写的方应生酌了一点 还是可以收藏 但是说不上什么代表作 就是一种 反正也有名头 陆左这是天津名头 或者在北方影响比较大 陆燃哨不用说了 这是在南方影响很大的画家 但是就是他的书法 转家现在大概多少钱值得吧 大概这个东西就是两三万块钱 对 陆左值不了什么钱 一万块 陆燃哨因为它是个字 写的又不算太好 一万一万多 就是这么个钱 谢谢 这件东西我的看法是宋代左右的 因为它整个造型是一种高冠 高冠在宋代是比较流行的 而且它纹饰上面 特别凤凰它有唐代的造型 还有唐代的遗风 古前文也是宋代比较常见的工艺 在镂空也相当不错 东西年份应该也差不多 但是破损太多 破损太多 那么里边有好多叶子 都是你自己可能自己修的 有专业的人去修 那才会好 是吧 那么就现在来说 应该说文物价值也是有 有文物价值也蛮高的 那么没修复之前 没整理好之前 这个价格上就很难说 好好保存吧 怎么得来的 买的 买的 自己当时从鉴定上对它有什么一个 我感觉还可以就买了 感觉还可以 对 因为我比较喜欢赵徽忠赵吉的寿金体 我看上去写的还可以 然后就买过来了 贵吗 不是很贵 多少钱 一两万吧 一两万 自己认为还是可以 还行 就是下面那个章 我感觉有一点弱 别的没关系 那您买回来之后 跟其他余飞安的 比如说书上出版的 都对照过吗 对过了 发现有什么差异吗 几乎没有 就是那个竹页这些都没问题 其实我们看余飞安的东西 不光是原作还是出版物 虽然它是工笔 虽然它是重彩 但是它很凝润 颜色它很透亮 虽然重 但是它很沉稳 像这件东西从线条到颜色 整体它全部都是造的 然后书法出入也很大 不光是形笔平 而且在墨上也平 对 我看写的都是一样的写的 怎么有一样 对 你看一下真正余飞安的东西 余飞安的东西 它在字体里头 它第一有变化 你一两万块钱买的 如果真的余飞安这么一开一两万 都不止 因为他一个朋友 他遇到难处了 比较困难的事情 但是它是这样 如果是真的像这本测验 在任何一个盘法公司 或者任何一个搞书画大一点的商店里头 都很容易变现变出钱来 那么它没有必要 这本测验我能卖一百万 然后我卖你一两万 对吧 其实你从这个角度上想 里头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以后就会尽可能回避这种 怎么说呢 这种吃亏的这种事 好的 好吧 谢谢 谢谢啊 我这个 我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公公婆婆送给我们的新婚礼物 希望我们两个能夫妻恩爱 跟这个双欢一样有点寓意的 哦 长辈啊 这个寄托了很深的含义 哦 对你们也有希望 但是也给了你们一笔豐厚的财富 那么这件呢 应该是和天百玉 几乎就是洋子百玉了 这么大的一件东西 颜色又那么漂亮 没有四号杂质 做工是一般的 但是玉是一流的 是一流的 所以 像这样的 就是这块玉 价值就不菲 哎 那个 所以是一个很值得 珍贵的 收藏的 意义深远的一件东西 也愿你们 白头偕老 啊 那么富贵一生 欢喜一生 谢谢 那专家帮我评估一下吧 这个价值呢 按现在的市场价来说呢 也得要百八万 也得百八万 知道是谁啊 黄冰虹呢 黄冰虹 我们到衣物来啊 早就惦惦着 说应该有黄冰虹的东西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黄冰虹晚期呢 始终生活在这个 就是浙江嘛 对吧 所以这个理论上讲 应该有很好的东西沉淀在这 加上义乌呢 这个商品经济 起步也早 也会有很多人挣了钱之后 收藏黄冰虹的东西 那么呢 现在我们看到了 你讲讲这件东西 你是怎么来的 或者说对这个东西 还有些什么认识呢 我朋友呢 他怎么就认定这件东西一定是真机了呢 让你们专家鉴定一下 这件东西呢 我们就能很明显的看出黄冰虹的那种特点 比如说 层次的丰富 笔墨的老辣 甘烈秋风的这种笔触 但是画出来之后呢 又有润寒春雨的那种效果 这件东西呢 不但真 而且呢 很精 其实黄冰虹十年以前价格很便宜 像十年以前这种东西的价格 应该说 非常便宜 比如说十来万就有 就是这十年 涨了十倍 那么 如果这件东西这么精 价格百十万 肯定是 要有这个钱的 谢谢 好 这个您是怎么收来的 这是跟就是 家人收的东西是 就是家人是跟别人换东西换的 换来的 大致和人民币大概多少 好像是七八万的东西换的 就前两年换的 那这件呢 是日本的 日本的 日本的 牙雕 镶嵌八宝 那么这件做工应该很细 很细 中间的这块象牙呢 料也很宽 可见呢 它取料 应该是比较好的 东西大约也都要百八年了 将近一百年前的东西 大概值多少钱呢 大概嘛 中 十来万吧 四两万左右吧 好吧 谢谢 牙齿很好 东西也比较强 东西 谢谢 好 说说你这件东西的来历吧 嗯 这件东西吧 是我爷爷那边买的 应该是说从朋友手上 因为那个年代 大家知道比较动荡嘛 那时间很长了 也算一个传食品了 也算是从我们家传下来的 好 你认为是什么年代的呢 嗯 这个应该是清代的 清代 哦 对 下面有款 对下面有款 清花款 钻书 小钻 钻书 好 这东西好 是观瑶 乾隆观瑶 他叫什么名字呢 叫乾隆 防乳幼 这种幼色是防乳瑶的 防乳幼 双管 嗯 双管 如一耳 扁平 啊 是个扁的 从气形上这个制造就比较复杂 就比较难做 啊 又双管 而且呢 加入一耳 这是个扁的 扁的比圆的难做 啊 是纯手工做出来的 你看这底下圈组也是扁圆形的 所以工艺难度比较大 那个右色呢 我们看着非常纯正啊 非常的滋润啊 啊 气形的非常秀美 这个款式呢 也写的非常有力 是乾隆观瑶一种标准的 转书款 嗯 特别是这个圈组上面 涂了一层黑的酱用 这个是为什么要涂这个黑的酱用 他既然防乳 防宋代官瑶防乳啊 他就要追求子口铁足的效果 口部要发黑 底足呢 要发一个铁泥的那种黑的 铁足的效果 所以就有意识涂的黑 啊 所以这个东西啊 应该属乾隆时期啊 防乳瑶的官瑶一个小精品 谢谢 啊 啊 他的价值呢 像这类官瑶 应该在二十五万以上 谢谢 好 您了解您这个画是什么人画的吗 他是 他们说是什么 什么 中国书画大词店里有查得出来的 是吗 这人叫张磐张小鹏 嗯 原富道人 清代晚期的 嗯 一个 一个画家 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 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个性 嗯 但是小笔小默也还耐看 就算是一个尚可收藏的 您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中国美人家人民大词店里也有他这一位 在当时名气还挺大 嗯 就是一件小藏品吧 嗯 但是现在呢 从艺术品市场上 它不会很贵 哦 那值大概能值多少钱 呃 像这件东西呢 在他里头也算画的很一般的了 嗯 几千块钱 一万块钱就差不多在这么一个阶段上 画的好的两三万也有可能 哦 好的 好 您讲讲您那碗的来历 我是80年在路边地堂上买来的 多少钱买的 20块钱捡一楼 是啊 哎 你看画的多漂亮啊 哎 还是真是雍正的那种款啊 啊 嗯 而且这种东西都是雍正时期粉采的代表之作 嗯 嗯 都是价值啊非常高的 嗯 但是 假的 这件东西 哈哈哈 从胎柚和他的这个啊 装饰方法 柚面要有一定的硬质感 嗯 要非常的光亮 润泽 你这个柚子 你这个柚子是现在七炉子烧的一种很死板的柚子 嗯 尽管画的好 画的也比较活 但仍然是一个防品 但是你这个价钱20块钱呢 也算减个小漏吧 也得值两三百块钱 那啥 什么时候放的呢 是现在放的 我是80年代买来的 嗯 80年代放的也可以 就近一二十年 每个开放 近一二十年都是新的 对对对 好 谢谢 好 请坐 哎 明文呢 这个柚啊 提良柚啊 提良柚这个个头是比较大 但是呢 从远处看是整体是一个颜色的 基本是一个颜色发绿的 这个不符合这个青铜器的这个 整个的外表的颜色 还有一个我们看到凸体的部分呢 都是贴出来的 都是一片一片贴出来的 啊 都是贴出来的 这件 而且呢 这个表面上面带明文 这种做法呢 在过去的青铜器里也没有的啊 它这点东西呢 有一点易造的感觉 所以说这就是一件 现代仿的一件青铜的工艺品 那是不是 驾船的 不是 嗯 是我到国外去的时候 带回来的 啊 买了国外多少钱了 国外的话 折合成人民币 有两百多万吧 两百多万 这个属于是我第一个买的 第一个买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又让我们自己本地的这边 一些当地的专家呀 然后让他们看了 看了以后呢 他说 你这个可能买走眼了 然后让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然后一个晚上都 一个晚上都没有怎么睡 所以说请各位专家帮我看看 这个东西 我这样的价格买过来 会不会说 让我再沉入海底这样子 反正你够有胆量 第一次买 第一件产品 你有胆量 有眼光 这个东西呢 是亚洲西角 是西角里边的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它有两个特征 这是前端 脚的前端 有个凹槽 看到吧 脚的后端 有个鼓出来的筋 我们称之为叫天垢地杠 天垢地杠 这个造型 这个造型是亚洲西角 独有的造型 独有的造型 那么另外呢 你这个做工 这种做工 我们讲 如丝如画 精调细作 是一件很好的 一件东西 当然 似乎还一个 少少的遗憾 就是没有留名 没有落款 如果落款的话 你这个两百多万 那是毫无问题 再多一点都没问题 就是没有落款呢 两百多万呢 应该 差也差不多 就就是在政治呢 就目前来说呢 在政治的空间呢 就不多 那么以后下去 当然还会政治了 这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有胆有色 那个了不起 对 按时的专家一 专家一说我这个 两百多万买的还值的话 那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 给大家介绍的 义务人正是靠这样一种 鸡毛换糖的精神 创造的奇迹 我现在就是在 全世界最大的 小商品批发市场 大家想一想 在这样一个占地方 原3.5平方公里的 批发市场里面 有十万多家的企业 生产着四十多万种商品 销往全球 两百多个国家 这一切都是 鸡毛换糖精神 所创造的奇迹 从鸡毛换糖的 吆喝声中起步 到全球最大 日用品批发市场的建立 短短三十年的时间 精灵的义务人 就摇着波浪鼓 走上了世界 小商品的大舞台 有人计算 义务市场 云集的六万多个商位 即使在每个商位 停留一分钟 也足足需要四个月 才能全部走完 今天的义务 已经成为一座 名副其实的世界超市 按照艺术品 向经济发达地区 流动的普遍规律 这里极有出现 高档艺术品 收藏品的可能 那么拥有雄厚财力的 义务人 是否也拥有一双 鉴别藏品的慧眼呢 那是什么摇的呢 这个好像是军摇吧 军摇 那是军摇的 年代呢 年代 有人说是京代 京代 对 它是京代 京军 不是宋来 宋来 所以说 它这个帮这么多 很少 它到现在没见过 他们都看过它的这个帮这么多 很少 红帮多 看来你说的还有道理 是对的 这东西应该属于京代的 对 河南的军摇的 对 带红帮的一个盘吧 那么还有 这个圈竹部分没有釉 一般的京代 南宋时候 圈竹多少都有点釉 里面有点幼 那么你这个没幼 现在基本还算是蛮幼 外面还基本算蛮幼 应该属于京代晚期的 接近元代了 特别是 这个 红斑 和这个蓝斑呢 交织在一起 这个军摇的 这种摇变的效果 算是最好的 相继的东西 在国际拍卖市场 都是大家都想要的 谢谢 作为收藏家 来收藏军摇 都喜欢这类东西 那么它的价值 按我们的市场价来说 大概在25万左右 家传的 不是 我是带朋友来参加的 朋友有什么说吗 好像听说是有200年左右的历史吧 是可能是清中期的 清中期的 如果说这个逼童来说呢 清中期呢 偏早 或者说呢 它是乾隆到雍正 雍正到乾隆 那么是紫坛上面 八宝嵌 紫坛木的 但是这个紫坛呢 有裂 有裂 这里裂了 可能外边呢 有点修理 看不太清楚 但是里边很清楚 裂了 那么毕竟200多年 250年 将近280年 这个时间到现在 难免上面的一些宝物要脱落 脱落了 找不到了 怎么办 那么就用新的补上去 像这种绿松啊 珊瑚啊 都是新补的 这种颜色都是新的 而且这个雕工的线条 和这个不好比 那么这个呢 就比较多的影响了它的价值 那么现在呢 它估计从几万块钱 不少 基本上从三四万块钱 好吧 谢谢 您这件黄冰红是怎么得到的呢 这件作品是我朋友委托我来上这个节目的 他呢 也有事 也许呢 他可能 怎么说呢 也许我脸皮厚一点 叫我来了 是这么说 您朋友买这件东西花了多少钱 他是07年的时候买来的 他那个时候是80多万 那个时候80多万 那个时候80多万 因为黄冰红的作品呢 一直比较贵 一直价格都比较高 您说的非常非常对 就是这十年黄冰红的作品与日俱增 大致上这十年可能翻了有十来倍 对吧 这个尤其是在咱们浙江 浙江对黄冰红格外推崇 对他认识尤其深刻 所以呢 对黄冰红的这种追宠啊 包括每次在拍卖当中的这种镜头啊 都是最积极的 现在就是说按照这张 很内行的从事 就是那个 请庄交 他那看法呢 现在 谷歌家能大概能值多少钱 那么我们 不涉及到出版和注录 就作品本身 现在这么一个情况而言 您朋友80几万买的 应该说 也肯定不贵 也有增值潜力 卖好了 卖到一百多 完全完全有可能的 当然这么一件好作品 也应该说呢 在义乌 义乌的搞书画收藏的朋友 能拿出这样的好作品 那也算是能够代表 一定的义乌水准了吧 好吧 恭喜你的朋友 谢谢专家 这镜子是你怎么得到的呢 我在2001年的时候 我到河北看我妹妹 在那个谷外市场 我偶尔看到 我的这个谷外有点感兴趣 这我买了 贵吗 花了八千 八千块钱就买了 那您那您捡漏了 您这镜子是汉代的规矩镜 也叫博矩镜 这上面有是上方做镜 真大巧 上有仙人不知老 这一个奇言诗 这个镜子本身的品相呢 就说这个 板膜是非常好的 非常清楚的 就是呢 多少有一点 长秀 秀的厉害 多了一点 如果这个这个镜子 如果没有这些个 秀的这些腐蚀的话 现在能卖到 按现在的价钱 能卖到十万块钱以上 您这个镜子呢 目前就这个品相来讲 应该也要卖到三万块钱 差不多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另外投资也算很成功 不错 恭喜 新代意义上的零黄化来说 他们说是1925年 1925年以后 有哪个上海世界书局 出版的西游记 是第一套零黄化 但是我这个零黄化来说 可以颠覆了这个理论 这是秦末的零黄化 看看一下 他这个三国志这个书 三国志这个书 我认为是 它是我们现代 就是近代零黄化 意义上来说 就是以上海哪个世界书局 世界书局出版的 1925年出版的那个西游记 是第一套我国零黄化 就零黄图化 我认为他这个套书 他这个三国志 我这个三国志 应该比他更早 他是真正的 第一部套书零黄化 这个是六本一套 而且完整的 这个东西您讲的 应该基本上都对 都对 这个画工呢 是早期的零黄化 也是海派的零黄化 那个年份呢 就是清末民国时期的 07年 但是第一年 应可能不一定 再稍微厚一点 那是吧 他画是这样的款 对对对 所以应该说您这基本东西呢 尽管小 好像 一般不大企业 细细的研究起来 应该也是 很值得 收藏的 联欢画的主线 谢谢 好吧 谢谢您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江家 这个呢 你叫瓦当也可以 但是我们看着像是这个 是个瓦 那么这个涌呢 是个灰陶的 应该是东汉以后的东西 那我想问一下专家 就是现在这两个能值多少钱呢 这个呢 价值我想不会很高的 不会很高的 如果你买的不贵 应该也可以做一个小收藏吧 毕竟是老的东西 那大概是多少吗 大概这个不好说了 几百块了 这样好 谢谢专家 对 请您先介绍一下好吧 您收藏这两件东西 是父亲留下来的 他说一件是好像应该是宫里的 哪一件 这一件 对 他说那个提了那个玉池的嘛 玉池 这件我不太清楚了 还是那老师看吗 其实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的 是吧 但是年份没有这个好 这一件背后有玉池 这个刻法里边很田精 田精 这种刻法 这种字体 这种田精的工艺 很明显是清乾隆时期的东西 这一件是个玉池如意 完全它整治的东西像个玉池 年份比它差一点 可能是清末的 清末的 如意起源于爪杖 但两者的用途截然不同 爪杖用来解除背部的搔痒 而如意却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据记载 南北朝时期的韦瑞 在徐州的战事中 就曾用如意指挥过千军万马 一天打了几仗 军获全胜 此时的如意成了权杖的象征 古代的文人雅士 也喜欢随身携带如意 闲时晚赏 因是坐覆时 用它来敲打节拍 古代如意的流行 可以从清宫旧藏中窥见一般 据称 旧时清宫曾保藏如意十几万宾 无论是举行庆典仪式的太和殿 还是作为寝宫的养心店 甚至皇帝与大臣们 饮茶赋诗的重华宫 如意都被当作那里最重要的陈设品 您估计这个两个东西 大概有多少价格吧 陈老师说公里的东西 我就不好差价 应该挺贵吧 但也没想到它就是价值高低 我想到家里留下来的东西 我就传下去了 这两件东西呢 相对这一件要更贵一点 这一件 一个有乾隆欲提的 这一件东西 大约五十万左右 是吧 五十万左右 这一件呢 从二十到二十五万左右 来 好吧 谢谢 讲一讲人的宝物的来历 是我结婚的时候 我父亲给我的 告诉我这 这一件东西叫我好好保存 让我尝下去 这件是象牙钓 象牙钓 而且用象牙的牙尖做的 牙尖 因为所以它这个前端呢 全是空 全是舍心的 后端这又一点点 是空了一点点 所以很显然 它是象牙的牙尖做的 那么从它的这个做工 刀法来看呢 还是应该在清代中期的东西 清代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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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两百多年前的 一件作品 所以这件东西 现在的市场价格呢 也要在十万左右 您了解您这幅画是什么人画的吗 不了解 怎么来的呢 这是我们家传的 我要公共传下来的 公共传下来的 这个人的名气很大 是乾隆时期活跃在扬州地区的 一个姓高的一个画家 叫高丰汉 他的右手坏了 后来改用左手画画 这个呢 就是他的左手画 左手画 对 但是这件东西细致品味起来 它并不是左手画的 它是右手画的 因为高丰汉是左手坏了 右手坏了 所以用左手画 但是别人仿呢 不见得一定是用左手仿 对 因为别人要用左手仿 难度就大了 所以这张画能看出来 它那种细微的笔法 应该说是它出自右手而非左手 水平不够 然后又出自右手 自然跟高丰汉没关系 只能说呢 是一件它仿制水平不高的一件 老仿 老仿吧 好吧 收藏也是可以值得收藏 它的价位方面 因为它是假的 所以它值不了太多的钱 如果仿的好的 也有能卖几万块的 但是您这件东西 估计几千块万不块钱 可能还有机会 好吧 谢谢 您请坐 您这个观音像 做工上来讲 都应该是近现代做的 工艺品 就这类东西非常的多 像这个花纹之类的 给人感觉是错上去的 实际上是什么 是印刷的 谢谢您的参与 谢谢 好 您请坐 这个你从哪得到的呢 这是我朋友的 朋友的 今天出差区来 叫我过来拿过来看 对对对 他认为什么年代的呢 他是南宋的时候 南宋的 南宋那就是观尧了 观尧 这叫清幼观尔瓶 这是我们南宋观尧里面 常见的一个气形 而且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东西 多少钱 但是呢 这个东西 我们详细看一下 右面呢 有酸 腐蚀过的痕迹 气形上面呢 这两个观尔啊 没有力量 显得臃肿 所以你这个东西 也是 目前来说 我们浙江地区 访观尧的一个 常见的一件东西 好 谢谢 现在就是 这个价值啊 新工艺品的价钱 几百块钱都能买到 二百万 三百万 不敢花大价先买 谢谢 这怎么得到的 怎么得到的 市场上买的 多少钱买的 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买的这一堆 你这一套呢 是照着 圆明园复制的 而且又缩小了 缩了 肯定得有五分之一 那么大 当然平常呢 这个当工艺品 摆着玩也不错 它这个是什么时候放置的了 这是现代房子 而且它上面写的不对 写的乾隆年制 写的不对 现代工艺品 大家说是现代房子 我们也想找 反正 房子家里也好看了 我这个呢是一个黄帝的三财大王 它那个是 外面的话呢 王的大 外面的是 祥云和星鹤 代表了长寿 然后星鹤它不 那个闲着那个暗八星 里面的敌款呢 是酸鹤捧寿 是非常的吉祥 是一个皇宫里的东西 应该是官邀敌款的 这东西啊 我看到了 心情很激动 为什么呢 里面的标签 我记得非常清楚 有贾世德 美国的拍卖的标签 而且呢 还有国内的拍卖的标签 我是第三次 看到了这件东西 第一次是在2008年 在美国费城的一家拍卖行里 看到了这件东西 第二次呢 没有多久 不到一个多月 它就长了翅膀 神速的飞到了我们国内的 中茂盛家的拍卖场 在那里又看到了 在拍卖当中啊 据说是我们义乌的一个 非常有眼光的收藏家呢 把它买到了 所以说这次是第三次看到 因为我对他的印象太深了 另外呢 还有一个事情 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他已经生出了儿子和孙子 这怎么说呢 在2008年 这个拍卖以前的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造型的光续款的官窑大碗 那么自从拍卖图路以来 出现以后啊 成了作假的指南 我们在上海 广州的股安市场上 就看到类似的房品 做的也很精细 甚至在香港的摩洛街 也看到了类似的房品 就是这种东西呢 我们 希望 他以后 啊 不要生儿子 这个价值呢 我不知道你当时拍卖是多少钱 但是根据我们现在市场的 这种官窑的大碗 应该在45万左右 重金购买的犀牛角 是否物有所值 资深专家遭遇大胆藏家 当时是花了22万美金 22万美金啊 那也不便宜 款制独特的景泰兰大碗 是乾隆受贷所用 还是独皮吸睛的另类仿造 您认为这个大概有多少 我不知道 这件东西拿到手里 比一般的景泰兰的那个碗 要来得重 2800元的圆青花 是否是天底下最大一次简陋 最后我就给他 好了2800元 我现在现在好像 这个眼睛好像很贵的了很少啊 现在不可能建那么大一个大楼的 财力雄厚 宝物云集的义乌 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 2010年 义乌民间国宝已经产生 敬请收看 2010年寻宝 走进义乌 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